拍尾百!门票妙杀!为演唱会剪身,结实!旁人大赞超有毅力! 亚洲唱跳天王!拍尾百!alpha!世界巡回演唱会巡演首战21分之4即将在北京开唱,金门票下午14点18分开卖,万张门票集选风式玩售,让还未买到票的歌迷在网上哀嚎一票难求。 而潘伟百第一时间时间得知消息后开心不已,不忘感谢歌迷支持之余,也承诺绝对会让大家当天听得过眼才回家。 距离首场越近,潘伟百的精神似乎就越好,身边的同事们更纷纷表示对他的好体力印象深刻,因为潘伟百仿佛都不会类似的。 尽管彩排完到家了,仍能继续与演唱会制作团队透过网路线上开会,所有状态包括精神,体力都保持得非常好,让大家都相当佩服。 潘伟百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,上次提到自己是临时抱佛脚减肥法,所以现在的饮食节制,运动等每天都遵照计划表示行, 曾经好不容易有两天休息时间整天不见人影,疑问之下原来都待在健身房,旁人都称赞他相当有毅力。 而潘伟百也笑说,像偷吃都无法,每次彩排,同事早帮我把特制的餐准备好了。 透露现在只能跟各种调味料倒叠,盘子里最常出现的就是过水的菜,肉,平时排练时更准备一大瓶2000C,C的水,丁宁自己一定要喝完。 而随着北京场门票的瞬间秒杀,网络上也不断有各地粉丝只喊要潘伟百赶紧到自己的城市开场, 潘伟百也表示很快就会跟各地朋友见面,希望大家拭目以待。 而Alpha创使者世界巡回演唱会目前也预计在包括台北、上海、光州、深圳、新加坡、香港、纽约、洛杉矶、薛黎等20余场次轮番开唱。